今日初选 只是列行检查 诸位小姐不要紧张 初选过了 数日之后就是复选 万幸被王爷选中了 就可以进府做夫人 做妾室 是光耀门媒的大喜事 第一组 第二组 第二组 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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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夫人请安 不必了 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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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四夫人请安 大人不必得礼 四夫人也来了 四夫人真是有心啊 事事都不忘替休公子操劳 姚夫人对三哥不也是一样 对了 好些日子没见三哥了 不知他最近又添了些什么玩物 还能有什么呀 就是变着法地带回些首饰 我只有一个头 一双手 你说怎么带得完呢 倒是像四夫人这样 素素静静地也挺好的 夫人真是好脾气 她只是个侧夫人 仗着爹爹有些势力 竟敢跟夫人这么嚣张 他爹是南京暗茶时 连王爷都要让几分 他也并非没有嚣张的资本 谁嘲弄公子 都没有他四夫人的份 想弄出公子对他 公子对他怎么了 我怎么不知道啊 我必该死 姓公子每天不务正业 是烂泥扶不上墙的贤妇公子 可咱们家公子呢 是人人称颂的贤德公子 行了 去找吧 给我一个个找 要是让四夫人得了仙 你才知道什么叫该死 是 啊 夫人 没有 没有 怎么样 找到了没 回夫人 真人与画像相长太多 奴婢实在是找不着 不过 听说那清康殿的警方嬷嬷 曾经是先王妃身边的人 要是 要是什么 要是请着动她 我找你们干什么 夫人 你消消气 我看 那司夫人也没讨到什么便宜 没办法了 像的找不着 就只能找个貌美的了 把头抬起来 姚夫人在跟你说话 你没听见吗 大胆 你竟敢故意跟姚夫人作对 还不快把手放下 我让你把手放下 往后 走 你怎么办 你着急 小雨要貌丑陋 怕击饶到夫人 所以才遮掩了 长成这样也赶来雪誓 还不快滚 是 等等 我 走吧 走 你 难道整个曲梁 就找不到一个像她的人 您是姓公子李的姚夫人吧 我是 你是谁 奴婢是来掌告夫人 刚刚被您赶走的玄女 和先王妃有七八分相似 你见过先王妃 容貌相似倒不稀奇 最难得的是 弃指神韵 举手投足 和先王妃一模一样 你是警方嬷嬷吧 请夫人转告姓公子 她的人情 奴婢还了 夫人 那丫头领上有那么大的印记 就算再想 怕也没什么用处吧 这福利的女人啊 就像这树叶 春天长得再好 也躲不过秋天落下的时候 奴婢有时候在想 那些挖空心思留下的 和想尽一切办法落选的 到底谁才更聪明 那别告退 奴婢告退 她是想落血 小姐 小姐 你怎么一个人出来了 被赶出来了 为什么 长得冲 这王府的人眼睛都瞎了 还不走 要不你自己进去试试 小姐 你长得这么好看 怎么可能落选呢 准是那个王八蛋使了诈 坏了 夫人炮都买好了 就等那王府回去报喜呢 还不上来 哦 哎呀 唉呦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原来全曲量最好的大夫 是这么好卖的 选完了吗 选 选中了 这吕大夫的药啊 这么灵营 真的 很难被卸妆了 真的 你的脸疼不疼啊 就算再疼了 我也不怕 来来来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啊 对不起了各位街坊邻居 我吕北一 今日有喜 晴夜一天 请大家明日再来 腰肺准肺 分文不取 好 好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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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果然没什么意思 夫人 这丫头好大的胆子 竟敢欺骗王爷 这道欺骗王爷 还不去保官 奴婢明白 奴婢这就去 爹 女儿不孝 对婚是自作主张 爹 女儿不孝 这个易哥哥 他虽然只是个大夫 但是是全取量最好的大夫 而且他也不是没有才华 从天文地理到治国之道 在亲人里都挑不出他一个 而且他不想考官是因为 跟女儿一样看不惯官场的黑暗 只想坦坦荡荡地做一个普通人 女儿不求富贵 但求一片真心 求一片真心 我何尝不明白呢 爹是看着北夷长大的 这孩子 不是什么吃种植物啊 这世上的成功 不只有做官这一条路 我俩人眼光 又怎么会给我找一个差女婿呢 爹 答应了 爹 你答应了 爹啊 是心里不安哪 爹有亏你啊 连一件向人的嫁妆 都拿不出来 谁说没有嫁妆的 女儿最好的嫁妆 就是我一个好爹爹 才是女儿子 有亏我 这不药 快让你呀 妈妈 就是我家 真的正常是女儿子 我也是 我也是 是娘子出来了 好好好 恭喜啊 恭喜你啊 恭喜恭喜 好搬配啊 恭喜啊 太贵了 是啊 好搬配啊 好搬配啊 好漂亮啊 这带喜气 恭喜恭喜啊 恭喜啊 快 快 快 这光铁秀来了 怎么回事啊 这光铁秀来了 怎么回事啊 怎么回事啊 搜 大人 我拿下 私受贿赂 该当何罪啊 爹 互相 fair 船 女不錯 …… 骆大人 你当我是三岁小孩呢 真不爱 陈朝 郑 主张打扰了姚夫人 还望姚夫人不要计较 她从您这儿拿的赏 我原样都给送回来了 犬子本来输就读得不好 就不劳姚夫人费心了 骆大人果然是更疼爱女儿 这儿子的前途不说 连遵夫人的命都不要了 如画 骆大人是朝廷命官 不会不认得这天清会的反贼吧 再看看资助人的性命 是莫夫人了 怎么会 口说无凭 签了这份契约 我才好给令浪安排差事 夫人 奴婢可听说 那骆展轩不学无术 是个赌鬼呢 有这回事 那得重新想想 拿回来 别 别 别 姚夫人 您骗我 您让我签的根本不是什么保证书 这才是最好的保证书 资助天清会反贼 最少也该是 斩力绝吧 我 不愿意 走 娘 给它松绑 骆青莲 骆蓉宇私收贿赂证据确凿 我手上还有你母亲 与天卿会勾结的证据 你看着办吧 莲儿 都是娘的错 娘对不起你 娘不该 不该把你的一辈子 都打上去 我给罗家抹了黑 给祖宗抹了黑 活着 也没什么意思 我答应了 你 你 你答应了 我答应了 姚夫人 我答应了 但你也要保证一件事情 从此以后 永远不要再为难我的家人 放心 只要你乖乖地在王府待着 我就不会为难你啊 来人 把他们送出去 等等 易哥哥你怪我吗 我当然不会怪你 不管你做什么决定 我只会怪我自己 密外设计 带他们走吧 密外设 行 密外设计 允许 说吧 你想让我做什么 不着急 公子 公子 这 要么明白 你就是 贺连信 大胆 贺连信 贺连信 战调心事坚定期 天下人间会相见 警方 嬷嬷 警方 嬷嬷 问姓公子安 上次的人情 奴婢已经还了 还请姓公子以后不要再来了 来来来 照着 回来 闭云 小飙 我 小姐 小姐 莫姨 王妃之意要抱小公子 我们 我们 我们身影忍不住她 你怎么舍得抛下我 我也不要难过 要抱住好身体 好好照顾我们的孩子 原谅我 想走一步 胆就 歇死 记 殿 先 天上 人间 会 相 解 姐 福儿 福儿 这是王爷和小姐的最后一次见面 从那天起 王爷就碰见小姐回来 盼啊 盼啊 一盼就是几十年 我和先王妃 真的有这么相吗 奴隶陪了小姐十几年 从肉贸到性情 没有人比奴隶更清楚 正因为这样 这些年许多公子 夫人 来找过奴隶 希望通过奴隶这双眼睛 找一个和小姐相像的人 去王爷那里讨些好诀 奴隶怕玷污小姐 从来就没答应过 可那天见到你 从容貌到性情 怎么就能和小姐这么想 这 警方母母 方才呢 我擅作主张 给你请了几天的假 如果你愿意 现在就可以 现在就可以 就可以出府休养 祝亲年小姐中选 奴隶 愿随姓公子出府 祝青年小姐中选 莫莫小心 我 莫莫小心 多谢青年小姐 莫莫小心 入戏真快 莫莫人不错 忠意 厚的 还有姚夫人 漂亮能干 你身边的女人都不错 我 我算听出来了 你是说我自己没本事 要靠女人是吧 我要真这么想 姓公子才会高兴吧 你找我来 到底想要做什么 警方嬷嬷刚才不是说了吗 为了讨好我父亲呢 别的公子或许是 但姓公子你 一定不是 王爷治理取良并不昏溃 别说是一个像先王妃的女人 就算是先王妃自己 王爷也未必会听 姓公子这么多年费尽心思 把自己打造成一个贤公子 怎么可能为了这么没有把握的事情而冒险 你要能明白 还能是贤公子吗 那你 你 你 这么聪明的丫头 要不是父亲的人 我还真想自己留着 那你怎么不留 吕北义都留不了 我又何德何能呢 把一个爱得死去活来的男人 说舍得就舍得 你是真有这么狠心 还是比有安排啊 你不用跟着了 你 你干什么 你帮我下 警方摸摸 是老四 青莲小姐 来 快进来 老四 三哥 这气喘吁吁的 大白天的 唱的哪出啊 怎么 非你这小子看到了呢 千万别说出去啊 三哥什么时候变得剧内了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你懂的 女人嘛 小心眼 也不全是这样吧 支妹就不这样 三哥 注意身体 三哥 注意身体 好 妹儿 公子 怎能让公子做这样的小事 这个给你 先给我 在我这儿没有大事小事 只有你的事 公子笑什么 我刚刚看到老三了 光天化日的 在王府大门口 就把一个女的 火急火燎地搬马车里去了 你说这老三 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急色了 他不是这样的人 王府门口 难道这让姚夫人给找到了 不成 我得去看看 此事若真 风学之时 说不定封他跟昭德将军 刘烟 去把上回王府赏的雪燕 找出来 是 你去哪里啊 信公子弟 你是去看那个女人 还是看老三啊 妾身既然选择公子做夫君 那么承袭王爵的 只能是公子 其他任何人 都是妾身的敌人 包括三个 等等 如果你认为最有希望席绝的人 不是我 还会嫁给我吗 秦莲小姐 秦莲小姐 我先教你走路 记得有一次 王爷处理着政务 王妃凤糕点喝汤水 进出青 samples店三次 王爷丝毫没有察觉 而汤也一滴味洒 王爷一直夸奖王妃 身心如艳 姿态端庄 好了 现在我们开始 你要注意两个重点 第一 这托盘里的碗不能发出声音 第二 这脚下的铃铛也不能发出声音 好 来 这是第六个 各方都坐不住 除了迪夫人和叶夫人以外 都派人来看过 还是迪夫人和叶夫人成得住气 这其他的小鱼小虾 不理会也就罢了 凭日以来争宠 公子真的有事 能分忧的又有几个 夫人说得是 幸亏有夫人相助 这是公子的福气 如华 你说 公子真的需要我吗 您是说 警方嬷嬷 夫人 公子不是说了吗 说是前几日 警方嬷嬷问他要了支鹦鹉 他来还人情的 但愿如此吧 但愿如此吧 再来 典仪署洛荣宇之女 洛青莲 参见王爷 参见王爷 说什么 你是没吃饭的吧 典仪署洛荣宇之女 洛青莲 苏南春 公子 他午上吃了什么呀 回公子吃的是牛肉 难怪底气足得像头牛啊 信公子 你又没有见过先王妃 你怎么知道她如何走路 如何说话 如果信公子是想存心刁难 那我不练就是了 青莲小姐累了 就歇歇吧 倒也不是累了 就是觉得 胸口闷闷的 觉得这个环境闷的话 想换一个宽敞一点的 不准 为什么 不为什么 这公子底 除了公子的且割月 我这老月阁就是最大的 我就不幸摆不开一个你了 来 宋大春 我们来猜成语 姚夫人想让我好好地学 那就不得不管我的需要啊 中午我觉得太阳太大 想换个树荫的地方 您不肯 现在我又觉得胸闷 想找个宽敞点的地方 您还是不同意 到底 您究竟是怎么想啊 心怀 心怀 因为您想引开我们 鬼胎 心怀鬼胎 被我说准了吧 你是很聪明 但是你知道 你错在哪儿吗 没有一个女人 离开他爱的男人 会想你这么平静 毅长 别闹跑了 天开 异象天开 公子 你可真是料事入神哪 四夫人 丫头 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撞坏了四夫人 你有几个脑袋呸 四夫人饶命 能必该死 四夫人饶命 你起来吧 四夫人 平时您最懂礼数 此时应传我老月阁 恐怕有些失礼吧 我家公子刚得了些雪宴 一心拿过来给姚夫人尝尝鲜 这才急了嘛 怎么 姚夫人不请我进去坐坐吗 雪宴我收下的 四夫人请回吧 如画 我看我还是亲自给姚夫人送到屋里吧 你 大哥 来了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 楼上 应该是留心的 ibal party empir Bro 一跟姚夫人 三夫人 滤 tudo 我 当公子底 好美 待到荷花盛开之时 一定更迷人 这池子叫什么名字 魏西池 魏西池 没错 这座池子 就是为你而建的 尖家七七 白鹿为新 所谓依人 在水之美 当年我父亲 把这个宅子给我 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建了这个池子 都是过去的事了 三哥又何必再提呢 是 都过去了 何必再提呢 毕竟你现在是 四夫人了 我只是没有想到 第一次带你来看 竟然是为了防着你 三哥说防我 三哥早知道 芝妹会来 所以故意在朗月阁等着我 我又如何能知道呢 我又如何能知道呢 三哥在红雁门见到四公子 也料定公子会告诉我 我就突然不明白了 你到底是懂我还是不懂我 当年你认定我席绝无望 不惜离开我嫁给老四 现在却过来 怀疑我 正因为我逝去的太多了 正因为我逝去的太多了 才不容许有半分差池 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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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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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有情有义 能温能武 真是可惜啊 快 抓四哥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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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 快点 那边 孙南春 抓四哥 公子 天晚了 送四夫人 是 四夫人 这边请 快快 赶了 寻轱 出充 半无 Shall安 干擀 paced 寻转 인� fleiy 莴 哎呦 夫人 哎呦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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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怎么了 夫人 我肚子疼 一定是刚才撞坏了 这 您还不会去请大夫 可是公子吩咐了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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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挺住夫人 你这吓人 狗胆抱天 连我家夫人死活都不管了吗 不是 夫人 您稍等 您稍等 我去去就来 好 夫人 走远了 啫子 噓 恩 啊 尼哥哥 姚夫人 怎么办 刺客行刺 你说该怎么办 不要 不要 姚夫人 我求求你不要杀他 不要杀他 莲儿 不用求他 不就一起死吗 有什么可怕的 是我害了你姨哥哥 姚夫人 是我自作聪明 一乱即逝 求求你大人有大量 放过姨哥哥 莲儿 别磕了 磕破的像怎么办 伏姐 我不肯了 奴婢保证好好学规矩 全心全力 准备选试 你刚才称呼你自己什么 从今往后 姚夫人是主 奴婢是不 奴婢甘愿为姚夫人效力 莲儿 莲儿 莲青莲 您要记住你今天说的话 绝不敢忘 你这张脸 是你的福气 也是你的劫难 莲儿 放人 莲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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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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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哪儿 荣乔 荣乔 你快出来呀 荣乔 你怎么也不理我 这个家里个个都怕我 没一个真心地陪我玩 母亲好不容易找你来陪我 可为什么 为什么你也躲着我 荣乔 你出来好不好 我给你吃鱼 吃好多的鱼 再多拍几个仆人伺候你 给你做最漂亮的窝好不好 也许他想要的并不是这些 你是谁啊 你怎么知道荣乔想要些什么 他想要自由 想要随心所欲 想要出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为什么 这里不好吗 我对他不好吗 这里虽然好 但是也会不快乐 就像你 你虽然是小公子 不也一样不快乐吗 你 你怎么知道我是小公子啊 越在高处 越是想要简单 平常家的孩子或许比你幸福得多 你是想要进来找荣乔吗 不 我不找他 我既然喜欢荣乔 我就应该让他做他喜欢的事情 我只是想放你出去 你这样一直被锁着 一定也不快乐吧 薇儿 在做什么呢 父亲 我想放姐姐出来 姐姐不用发 姐姐明日便走了 真的 来 你先去那边玩 我有点话要跟你姐姐说 好 信公子骗小孩的功力 和骗女人一样厉害 恨我恨得不轻啊 看来是把吕北义的账 都算到我头上了 你要是来落井下石的 那就恕我不奉陪 丫头 认识字吗 看一下 来来来 招显考卷 继续看 这是 没想到吧 吕北义会偷偷参考 不可能啊 他明明不喜欢 为什么 他没有不喜欢 他不去考 只是因为你不喜欢 这可是这一届 招显最好的文章 可是除了才华横溢 你猜 我还看到些什么 渴望 对功名利禄的渴望 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人 他渴望有如此的强烈 你真的相信 他会一辈子甘愿放弃吗 我既然喜欢荣裘 就应该让他做他喜欢的事情 那我就陪他追求功名好了 为求真心 这点牺牲又算得了什么 丫头啊 在追求功名的路上 哪来什么真心 反正呢 就记住我说的这句话 永远记住 忘了他吧 对你们来说 这未必不是最好的结果 你为什么要安慰我 难道不择手段的姓公子 也有良心不安的时候 早点休息 丫头 好 是 我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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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要安慰我 我来说 我来说 你这个人 我来说 民女 骆青莲叩见王爷 气质 沈月 和当初先王妃陆府时一模一样 也算没白费奴婢这几天功夫 来 奴婢今天也会回王府 青莲小姐若是有什么需要 也算是有个照片 你 为什么对我那么好 奴婢对你好是因为思念小气 可还有一个人 思念比奴婢多得多 也痛苦得多 王爷 这些年来 奴婢眼看着王爷的这份痴心 从年轻到年老 没有一颗忘记过小姐 王爷 在阳间腾着 小姐一定也在阴间腾着 若是有人代替小姐抚慰王爷 小姐劝下有志 一定会欣慰的 我去抚慰王爷 谁来赴慰王 来 骆青莲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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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爷到 王爷到 救命 选事开始 众家贵女一鸣入看 王爷 您看那个 典宝署高手人之女高妙安 小女高氏 这个 高手人之女高妙安 赏银十两 已未新劳 敬面 各位小姐请敬面 准备入园面见王爷 各位姐姐 我这喷你的水还算清凉 若是大家不嫌弃 就一起用吧 那谢谢姐姐了 那谢谢姐姐了 好烫啊 怎么了 快起来 让我看看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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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到底怎么回事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 快换衣冠哪 刘忠贤之 报 好 王爷 怎么 有什么让本王惊喜的事吗 不是 出事了 出什么事 夫人 夫人 不好了 不好了 慌什么呀 洛青莲把玄女毁了容 怕是活不成了 快 快去请公子 是 毁容 毁容的 居然不是洛青莲 也罢 左右王府 是容不下他 刘烟 去找公子 请他即刻便去王府 公子在下棋呢 下棋 和谁 幼长使袁大人 好急了 立刻去请 立刻去请 告诉公子 务必请袁大人同去 李大人 李大人 你也是为玄女毁容之事而来的 没错呀 自从王爷到了曲良城 就没有发生过如此嚣张的事 也不知道是谁家的玄女 竟有如此大的胆子 他都不知道 这是要掉脑袋的罪呀 是啊 听说是典医术 洛荣女家的 叫洛青莲 李虎 走到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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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你大人 启禀王爷 这就是下毒的玄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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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女落青莲 问王爷安 刚刚让本王三名玄女 毁了戎 安 那王怎么个安法 王爷是取梁的天 就算有再大的事 只要王爷在 天就不会塌 王爷安好 便是取梁安好 林衙历齿你不发吗 你女问心无愧 所以不怕 抬起头来 轻臾 清风拂过脸庞 带头望 月夜流广 回忆埋葬 多少过往 爱恨情 迷你福儿 问王爷安 福儿 你回来了吗 福儿 相伴 流浪在他乡呼唤 一生一世的相伴 是 启禀王爷 三名玄女的父亲 在清康殿外求见 还来了不少官员 求王爷此凶手一死 王爷到 王爷 王爷 何事 禀告 王爷 小女 入王府选室 一直期盼能得王爷垂青 留在王爷面前替下官效忠 没想到还没见到王爷 竟然先遭谋害 容貌惊悔 请 王爷替下官们做主 严惩凶手 请王爷替下官们做主 严惩凶手 我得共不得了 你得共不得了 你得共不得了 您的性命 你得共不得了 您的性命 您的性命 还在下官家 Ett 你得共不得了 小姐 中卫大人 爱女之心 但是这几位小姐 真的不是我嫁害的 大胆 多少人眼睁睁地看见 他们用了你盆里的水 立即就毁了容貌 你还想敌赖 怪了 哪个害人之人 会在众目睽睽之下 把毒下在自己的盆里 还当场人赃俱获呢 难道是想自杀 这分明是她的狡猾之处 正说明了 她想用这种方法洗脱嫌疑 这就奇了怪了 我若是要洗脱嫌疑 我为什么不悄悄 给他们下毒呢 众多玄女 弱得个死无对症 神不知鬼不觉的 岂不更好 还有 众位大人 应该已经知道了吧 各位小姐 是被风吹下来的树叶 脏了盆里的水